全新牛仔褲還沒下水還沒穿 但褲子一拉居然有如紙張 可以直接撕開 完全沒有穿過它 也沒有下過水 那天要穿的時候一撐 它這裡就破了 牛仔褲從褲頭到褲管 每個部位的材質都一樣 一拉一扯一分為二 高雄這名消費者 去年買了黑色牛仔褲 今年從衣櫃拿出來穿 卻變成這副模樣 實際到他購買的店家詢問 拉下鐵門沒營業 原來今年五月 服飾店不敵疫情已經歇業 牛仔褲的材質 為何這麼脆弱 令人納悶 這是怎樣 有點誇張 為什麼會這樣 牛仔褲輕輕扯就破 再拿到其他賣牛仔褲服飾店詢問 太舊然後破損 它已經爆掉了 所以如果是算 在我們來看的話 算瑕疵這樣子 其他店家拿出自家賣的牛仔褲 怎麼拉怎麼扯 有彈性就是不會破 對於這位消費者買到的褲子 為何這麼不堪一擊 從褲子LOGO找到位在台中的上游廠商 你不要悶久都不會破啦 他覺得是悶太久了啦 廠商根據影片 這條牛仔褲應該放了六年 懷疑當初批貨售出的店家 放太久變成庫存品 以該款褲子早在幾年前就斷貨 也願意幫忙吸收成本退廢 牛仔褲猶如保紙一拉就破 也幸好消費者及時發現 否則真的穿出門可就糗大了 三十純針凍煌至中 古福先鴻鼠豬高速報導 每 gamma 順 我們